现在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想买PS5的兄弟们注意了 这个视频说说购买时间 购买渠道 还有版本 价格 建议收藏 或者装给有需要的同学 第一 留给我们购买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到了小年 也就是腊月23 快递和库房会陆陆续续关闭 人家也要回家过年的 现在距离小年还有10天 节后可能是初八 但基本上都是正月15 才会陆陆续续恢复正常 如果你想在春节期间玩到PS5 这几天最好抓紧时间下单 要么就等节后 或者618再买 没准还能更便宜 第二 购买渠道 无非就是线上线下两种 线下想买到有保证的官方正品 可以到索尼官方店 或者顺电这类的电器商场去买 但是价格可能没有优势 但确保是正品 原价PS5新版标准版是3589 一般普通的电玩实体店 应该也可以 这个我不太了解 如果是国行记得要发票 因为索尼保修是要看发票的 线上购买方式那就更多了 索尼官方店某猫某宝某冬某多多 基本上都比线下便宜 但是价格我还是建议大家参考 多多百亿补贴的价格 可以不从那买 但是要参考 看看你买到的价格贵了多少 第三 版本和价格 PS5新版光驱版 国行和日版的价格相同 参考价都是3100多点 不推荐买数字版 因为数字版只比光驱版便宜了300块钱 不值 如果数字版以后想升级光驱 还得多花700块钱 还有数字版不能玩光盘 PS5的新游戏都比较贵 玩多了心疼 如果你用的是光驱版 就没有这种烦恼 你可以放心的买原价的光盘版 通关之后还能卖掉回血 另外还不推荐PS5老板 因为货源越来越少了 容易买到假货 而且老板的价格在去年双11之前 掉到过3000以内 这个给你参考 PS5这种电子消费品只会越来越便宜 不着急的同学可以等等618或者双11 实在等不及了 已经憋了三年了 不买不行了 那就赶紧下手 别内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